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各位觀眾,今集的新節目就請來的嘉賓是叫阿V的 是啊,我叫阿V的 這樣做什麼呢?就是在很久之前,我就是講自尊心 講自尊心的時候,曾經請過一位網球教練叫Rody 當時我還在教系統思維,但自己在研究自尊心 經過了很久之後,我終於都開自尊心的班 這樣呢,當時Rody的同學阿V,就由那時候一路讀到現在 終於都讀了十一堂這個自尊心 不是,應該說那個班是叫閱讀班的 就是越是讀就越開心地閱讀 這樣如果有留意我的Facebook Facebook FacebookFacebook都有招過生,你知道早前幾個月之前 就是這樣 這樣呢? 因為呢? 我這些 就一路 你知道我的人 就一路教,一路想教什麼 所以現在 所以現在終於都叫做 差不多教完 所以我就 有些比較確切的東西,就用來做節目 然後找拍檔的時候,當然是對於這個題目比較熟悉的那些才請他上來做嘉賓 為什麼你會覺得我比較熟悉? 其實 那你上課,你還不熟悉? 哦 其實我想更正一下,其實我是上系統思維也上了頗多久 上了五課這個問答技巧 然後再上一個十課的系統思維 就是說 畢竟都給了很多錢 你知道就好 那些是 在養艾食寶寶基金裡面的忠實粉絲 其實是在最後一課 系統思維的最後一課也有提到這個字 專心問題 是的 那接下來 今天說什麼呢? 我事緣就是在這個 閱讀的討論裡面 那忽然之間最近我就是看了這個HKTV的一個劇集 就叫做三面營衣 然後在三面營衣裡面就有三個故事 其中一個故事 那我忽然之間就想 嗯,這些就是mind control 然後呢 就這樣在這裡說一下說一下 那V就說 哦,我也有看過 沒錯 之後 還很熟 是因為他裡面其中一個角色 那個瓷場的氣氛 令我勾起以前的回憶 是的 所以就上來講 專程就講這個這樣的 從這個三面營衣的故事講起 嗯 那就是為了簽奏這個沒有看過故事的聽眾 那我要講一下這個故事 話說這個林文龍 她原本就是一個醫生 她有個女朋友就是楊琦 楊琦就有個妹妹相差了 整整整,有沒有十年 我想有的,看她的角色那個年紀 應該有 相差了差不多十年的 然後就是楊琦就不知道怎樣 就燒傷了半邊面 行山 行山嗎 行山意外 意外 對 跟林文龍一起去行山 妹妹剛好沒有跟她 姐姐就燒傷了 幾個月後 姐姐出現就變成這樣 原來是這樣 然後出現的時候 連妹妹都害怕了 就是在醫院出現的時候 就是回家的時候 妹妹在意外後才再見回姐姐 在意外之後 跟著妹妹的反應就已經嚇到 姐姐就立刻自尊心跌到最低點 是的 跟著呢 跟著這個姐姐就 在康復期間 林文龍就走去探望她 然後她那些 當我事後回想 她的招式就開始出了 短短的 在半集時間裡面 我就已經發覺 嘩 這樣 是連環招數 玩到你透 這樣 嗯 沒錯 那例如怎樣呢 就例如 姐姐燒傷 不是 已經康復了 然後林文龍就是 跟姐姐有沒有阿妹去街 沒有 她是想跟姐姐去街 然後就說 那頂帽呢 嗯 然後姐姐就突然間很大反應 是的 不出街了 為什麼 為什麼你都要把我戴上帽子呢 這樣 那你不是怕別人看到你這樣 你會不開心嗎 不是啦 我覺得是你嫌棄我 你覺得我醜樣子拍衰你 那不戴帽子 不戴帽子 不戴帽子 不戴帽子你會跟我外出嗎 呃 其他人會看我的 那你想一下 林文龍可以怎樣回答呢 那我戴帽子還是不戴帽子呢 那就呃 嗯 然後另一個問題就是 林文龍就是為了 為了姐姐 從一個普通醫生轉做整形醫生 然後姐姐就說 你其實只不過是想令我變回以前這樣 那你現在這樣 你的樣子就這樣 他講不出偉容這個字 嗯 你現在這樣 那你又不開心了 我只是想你開心 你經常想我變回以前這樣 那你不接受我現在 那你只是想 其實最終你都是為了自己 我做什麼都是為了你開心 我沒有想過要變回以前這樣 沒有可能變回以前這樣 你一切都是為了自己 你不是為了我 那跟著當然林文龍就啞了 那然後 然後就是 那究竟他應該 如果林文龍不理他 嗯 那他又會怎樣說呢 那就是林文龍嫌棄他 那如果林文龍要醫他 那就是怎樣 那就是林文龍只不過很自私地 那就是想他變回以前這樣 就是林文龍不是喜歡他 不是真的喜歡他 只是喜歡他以前的樣貌 好了 那林文龍就 如果林文龍他真的有這麼看得開 你這樣 現在這個樣子我也喜歡的 沒所謂的 那你真是可憐我 哈哈哈哈 很熟悉 究竟是 好像是在女性身上都會看到 還是純粹是 被我 勾起了我 每一句 那些天蠍座身上才有特質 其實 至少 已經不是 至少我想不到 如果你說 叫我寫劇本 要作這些東西出來 我想我一句 至少要想幾個字 才想到 原來可以這樣讀人 呃 呃 那些小的女性 都有這些招式 那但是呢 在角色裏面的姐姐 她是 非常之痛苦地 令到林文龍很痛苦 但是她自己也很痛苦 是啊 她自己也很痛苦 然後林文龍就想 我也是想你不痛苦 我有做錯嗎 你接受我 我才會不痛苦 那我接受你 那你又可憐我 其實都是回到那個階段 是的 於是林文龍就想 其實 這個這樣的謎 究竟怎樣才可以 走回來 怎樣才可以解開 怎樣可以走出去呢 然後林文龍就想 想想不通 都想不通 在她有機會想的時候 那個女主角楊琪呢 就跳樓死了 即是那個姐姐 那個姐姐跳樓死了 於是林文龍 她是沒有機會 在這輩子都沒有機會 在這輩子都沒有機會 去解開這個謎 沒錯 絕到不得了 是的 於是那個林文龍 就這個 沮喪了很久 然後在沮喪期間 做了整形醫生 是嗎 是 還是很有名的整形醫生 好了 接著呢 在這段期間 她妹妹就長大 亭亭欲立 是不是 好壞不壞 妹妹跟姐姐一樣 是 絲毫不差 那可能 現實就可能差一點點 但是 對於林文龍來說 已經足夠恥到 是會以為她姐姐 但是我想其實性格也有點像 那總有些遺傳 要不就相反 要不就一樣 要不就相反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都是陽旗做 所以那些氣氛 就是那個磁場 讓你覺得好像是被天蠍座 整個鐘這樣套著 那就是說她mean to be 是要做到相似 嗯 於是林文龍就是 不能自控地 又去追她妹妹 然後呢 那個妹妹就是 無緣無故 有一天 是 見到人跳樓 然後她忽然之間 就 做了這個叫多重人格出來 那就是說她突然之間 有一個人格出現 那個人格就是叫什麼名字 Felix Foen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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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認為她自己是剛剛認識林文龍 然後就說 你也挺帥 我們不如玩一下吧 而且是一個 跟本身阿妹是相反的 阿妹是那些 那樣子很文靜 絲絲文文 很行政衣服 那些 但Foenix 就是那些很喜歡 落巴到抱 出去睡覺 那些女生 對 那跟著呢 就 越來越多了 後來就不知道有四個 還是五個 這個多重人格 有其中一個是她小時候 即是阿妹小時候 其中有一幕還是說她 回到姐姐發生事那天 嗯 一說起姐姐發生事那天 就想咳 接著就說要吃雪糕 就想起那些事情 於是林文龍就說 唉 慘了 你這樣變成多重人格 即是有精神病 你有精神病 我要醫你了 是的 然後呢 那個妹妹 就說了一些 好像姐姐說的話 就是說 為什麼你要治療我 我說不正常 那雖在林文龍那一句呢 我覺得 即是我看的時候 一聽見林文龍的答案 我覺得 哇 你真的 就是 塗一個 泡泡泡 都不懂得改善 就是她說 你一定會好的 那就是說 她 跟著 妹妹的感覺 一定會覺得 你也是 好像對姐姐一樣 都是想我做 你心目中的我 嗯 是的 那其實呢 林文龍她是 她這個反應是很正常的 對於一般人來說 因為她是一個醫生 是 不過對著一個多重人格的人呢 那就是很難說 即是一個醫生 她對病人的反應就是 你有病 所以我要整理好的你 如果不是我做什麼醫生 醫生就是 總之有病我就要醫的 這個就是醫生的責任 嗯 那所以呢 然後呢 根據我本書說 多重人格 是這個精神病的list裡面 其中一條來的嘛 而我不是精神病醫生嘛 但我的立場就要醫好你嘛 因為你在病的list裡面 有這件事 即你有病 那我就refer你去 精神科醫生了 接著我盡了我的責任 OK 但是我想問其實多重人格 因為我聽過你說 多重人格就是當 另外一個人格走出來的時候 原本那個人格就不見了 而且斷片 是啊 其實這個 有些人把精神分裂 人格分裂和多重人格 三個名詞混在一起 嗯 那其實是三個不同的東西 那精神分裂呢 是一個嚴重的精神病 對不對 那它呢 而且是在這個精神病的人口裡面 佔了很大比例 嗯 它是根據這個西醫的說法 就是一百個人裡面 有一個人會有精神分裂症 而且是 而且相信是先天的 噢 那就是說有些人一生出來 他是有傾向會有精神分裂 只是撐在他人生裡面 有沒有一些 有沒有一些環境是逼到去 爆發這個精神分裂的 它可以很安全地 一輩子都不爆發 就是其實是 在這個青春期 從十幾到二十幾到三十歲 都不爆發 那之後呢 會爆發的機會就很少了 老師sir 其實這些是不是在Gene上面 嗯 可能是 那精神分裂症 那個情況就是 每個人呢 他是有一個自我意識 嗯 就是以佛經來說 自我意識就是一種 一個計劃 嗯 那個計劃就是 你整個腦有這麼多東西 嗯 其實你是 經常都是同時在想很多東西 嗯 但是呢 你永遠在任何一個時刻 都是有 一個計劃 是說去維持就是我 我就是我 就是一直連續下去 都是有一個計劃 是說我是我來的 嗯 其他的那些 是我 我去拿這個思想 拿來用 用完放下 然後我拿第二個思想來用 然後放下 而我這個意識是不能斷的 嗯 那一斷了呢 就會 個人就散開了 不知道自己是誰了 嗯 但是精神分裂症的人呢 就是 他這個 維持我就是我這個計劃 是散開了 嗯 那散開了呢 那他最常見的情況就是 他會以為周圍的人 都是在說他 嗯 就是譬如說 看電視這樣報道新聞 他在說我 然後在街上有兩個人說話 他在說我 咦 這個廣告上面 那個人正在看我 下面那些字正在說我 他們正在說我 即是說他是不能自控地做這個世界 這個地球的主角 是啊 可能那個感覺就是 因為你那個 自我那個計劃散開了之後 你可能是有很多種人格 嗯 很多的故事 可以配合到別人的故事那裡 所以你會以為他們在說我 嗯 接著呢 這個 精神分裂症的人 他們說話 是一段裡面 其實是很多段 你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句會搏那句 那句會搏那句 那句 我記得有一次 我們上療育班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同學 就說起林直寫的一首歌 是啊 然後你就在那裡解 林直的富士山下 你拿了個歌詞出來 逐句逐句看一下 為什麼這句會搏那句呢 那你就明白了 哦 就是只有他才知道 為什麼這句搏那句 但是你不知道 那不是真的好像 有時候在街上 那些人在那裡自言自語的 那些算不算呢 自言自語 未必算 不一定是 自言自語那些可以是 摘得太重要 摘藍 摘得太重要 那些通常 我們會說是 很強的自我中心 嗯 那如果是這樣 我真的未真真正正接觸過 精神分裂的病人 嗯 反而經常說自己精神分裂 不過這些都是香港人的口頭纏 嗯 口頭纏還口頭纏 如果有些人經常自言自語 他是 他就是叫自我中心 那個意思就是說 他是 所有東西都是我 就是 是相反的 就是他的自我意識太強了 嗯 他認為什麼都是他 什麼都是對 然後他 他會自己扮 是正那邊 也扮負那邊 也扮第三者 我自己和自己說話 自己想好了 我就去做了 咦 如果是這樣 我找到一個關鍵位 那就是說精神分裂那些 其實他就是因為太過沒有自己 找不到自己 所以才演變成精神分裂 是的 那 就 有個理論說 就是說 如果精神分裂者 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家 往往就是有一個 極度自我中心的親人 在那裡 這麼像我朋友的經歷 就是有一個極度自我中心的人 因為他太 霸了 霸了 然後那個就被他壓扁了 哦 明白 但是 這個是不是因果來的呢 就未必是因為這個人的行為 導致他壓扁了 可能是一出生的時候已經整定是這樣 那就是業力 是的 就是一出生的時候 他已經知道這個極度自我中心 然後他已經開始有一個趨勢 就是他會壓扁 所以他就要選在那個家庭出生 是的 哦 那這個東西又跟這個什麼 多重人格 剛才是說的人格分裂 那就是 精神分裂的那個名詞就是 Skizofenia 人格分裂就是Skizoi Skizoi Skizoi就是 對於心理學來說 他是相當近似這個精神分裂 但是他是沒有崩潰那個人來的 就是他跟精神分裂者遭遇到差不多的遭遇 然後他是死定不讓自己崩潰 那出現的現象是什麼呢 就是他覺得很痛苦 但是他不讓自己知道自己痛苦 嗯 於是他就把這個思想和感情強硬間開了 24個比例有24個角色? 不是 24個比例就是多重人格 哦 這個人格分裂呢 人格分裂者呢 他是沒有 你不會覺得他有多重人格的現象 你只是會覺得他 為什麼你好像沒有感情一樣的 因為他的感情是鎖住所在裡面 他當他不讓自己痛苦的時候 他也同時不讓自己開心 嗯 於是他怕如果我一表露我的情緒 裡面有太多東西湧出來 就不能自控 嗯 所以他是長時間都不讓自己表露情緒 嗯 這個就是人格分裂 嗯 這個就是人格分裂 那他通常呢 都是有一個 非常之沒有離神器的感覺 然後呢 然後呢 就非常之理性 對於 對於世界的 其他人 或者其他事 表現一種很冷漠的態度 即是壓抑 是的 但是有些人呢 是生出來就冷漠 而人格分裂者呢 他原本是熱情 而他強行令自己冷漠 這個不是天生的 那跟天生冷漠的分別就是這樣 噢 那真的很配合劇情 但是多重人格就是第三件事 多重人格就是 當他受到很大的痛苦 他沒有精神分裂 因為精神分裂是先天已經有一種很脆弱的自我 嗯 然後呢 他選擇是把感情間開 嗯 但是呢 就不知道是他自己脆弱 還是他的壓抑太強 嗯 他是要 創造了另一個人格 去發洩回他的痛苦 嗯 或者是一些奇怪的想法 嗯 於是呢 他是 平日這樣做著做著 忽然之間又 另一個人格走出來 當另一個人格走出來的時候 之前那個人格是認為自己是斷了片的 即是他在一天裡面 有幾個小時 他是沒有記憶 即是完全忘記了 是 只去那邊見過那些什麼人 講過那些什麼 全部都沒有印象 是的 即是拿他去賣也行 然後呢 第二個人格出來的時候 他不知道前面 即是 我當然不知道情況 嗯 他是有可能覺得 我忽然之間 為什麼我忽然間在這裡 嗯 然後他轉回另外那邊的時候 原本那個人格也是 咦 為什麼我忽然間在這裡 嗯 即是會覺得是 嗯 很可怕的 即是我好像是我夢遊 來到這裡突然睜開眼睛 咦 為什麼在這裡 但我看那一套電視劇的時候 他見過心理醫生的時候 他一轉那一刻 即是好像別人的頻道 是的 這樣也有一種可能性的解釋 就是多重人格 就是根本一早已經 是一個人住了幾個宿 幾個靈魂 那幾個靈魂呢 就趁著這個主體靈魂 很不行的時候 就撥開了自己走出來玩 嗯 於是呢 就變成幾個人 那幾個靈魂他還可能是 是一路有自己的故事 可能他是 原本是屬於另一個肉身 嗯 不過呢 他又跳過來這個肉身那裡玩 嗯 這樣 那如果是這樣 那跟我們這個閱讀 可以 怎樣拉上這個關係呢 那其實呢 就 在 如果你用心理學去解釋 妹妹為什麼會有多重人格呢 嗯 就是往往心理學是解通的 那就是當妹妹第一次震驚的時候 就是她突然看到姐姐毀了容 沒錯 第二次震驚就是她姐姐跳樓 沒錯 第三次震驚就是她在街上看到有人跳樓 嗯 那就是第二次震驚她最重要的就是 因為她姐姐突然死亡 那個震驚可能是當時她根本就沒有辦法處理或者宣洩到的 所以就鎖在裡面 是的 這個這樣的恐懼是會令到她 產生了很多的想法去嘗試去解決她 但是因為她沒有做到的緣故 而她就是逼著要創造一些人格去發洩出來 嗯 例如說她可能覺得 林…我是妹妹是不是 嗯 林文龍她明明喜歡姐姐 是 她當我是代替品而已 我覺得是有這樣的心態在這裡 是的 但是我又不知道為什麼 我很認真 嗯 那是不是大件事 嗯 這個這樣的… 就是我搶了姐姐的男朋友 又或者… 這個是姐夫來的 我跟她拍拖 是不是有點亂倫的感覺呢 嗯 那於是她那種內疚感呢 就迫使她去告訴自己 她聽了 喂…我們玩一下而已 要不要這麼認真啊 是的 所以就走出了菲尼克斯出來 是的 嗯 嗯 然後呢 當她忽然之間那些恐懼浮上來的時候 她希望那個時間走回去 事發當日來發洩情緒 所以她有另一個人格 就是忽然之間變回那個小朋友 嗯 希望她是去回那個小朋友的時間 再遇上出事的時候 然後你安慰我 搞定 誰知道那個林文龍又不會安慰她 就是說其實人 其實她知道自己 潛意識裡面是知道自己的情緒上面 有一些心靈創傷 所以其實都想去生命 想去找這個 好回那個療癒的方法 是的 就是正如 之前那次阿珊說 嗯 就是說這個 北極熊被人射了這個 麻醉槍 然後她醒來的時候就抽搐 那為什麼有些人 會說她有病 有些異常反應 會做一些重複的事情 就是因為其實你的潛意識 是經常都想找機會去療癒你的創傷 嗯 那因為這個 這個 妹妹的創傷太嚴重 所以她就要用一些非常方法去療癒 那我這樣說 公平一點說 其實林文龍的創傷應該最嚴重 為什麼 因為被兩姐妹輪流 就閱讀她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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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蠍在的事情真的不惹小 嗯 好 這樣就休息一會 那你剛才就是 就是在這個多重人格那裡 拆開了一點點 那就是 講到這個姐姐 對這個林文龍的做法 其實根本就是左一巴右一巴 沒錯 你回答是又死 不是又死 然後林文龍就一直是這樣 兇了在那裡 嗯 然後我忽然之間想起 這些是什麼 這些就是 在很久很久之前 我說過的歐魂奪心洗腦催眠 江建勇李文傑奸的好人 那他就是 那一招就是 叫做 能量最低點 就是 當 當 有個人 他耍你 是又 答是又錯 答不是又錯 然後你就拆嘴 在你拆嘴的時候 你就能量最低點 在那個時刻 他講什麼 那句話 是會吃到你的腦裡 是拆不出來的 於是 如果他命令你的話 他要你做一件事 你就一輩子都記住 他要我做一件事 他要我做一件事 這就是叫做 mind control 思想控制 然後我就想起 哇 這個姐姐 很毒 她只是在玩思想控制 這樣也讓你想到 阿Sir你好像很有經驗 哈哈 是思想控制的 但是 你跟我談的時候 我才想到思想控制 因為其實 她是要這樣 因為她怎麼會快樂 那個姐姐就是要痛苦 對不對 其實 如果 林文龍是一個男人 那男人呢 她就很理性 至少她以為她很理性 那她就會在那裡 在那裡猜謎 就是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是不是有一個答案的 是不是我猜中了一個答案 那那個姐姐就會沒事 這樣 那我開頭呢 即是我也愚蠢了 對不對 我開頭就想 其實 只要林文龍 她一早接受那個姐姐 就是 就算你毀了容 那我接受你了 那就可以了 這樣 然後她就說 不是的 不是的 她怎樣都要繞回去 令到自己跌到痛苦心淵 這條路 那所以答案是什麼 沒得答 沒得解 就是痛苦 她就是要痛苦 所以 當她左一巴 右一巴的時候 她就得到她想要的東西 那就是說 真正的答案就是 那個姐姐是不會給你答案的 無論你怎樣猜都是錯 這個才是正確的答案 沒錯 錯就是答案 嗯 那所以呢 其實 林文龍 她如果有一天想到 其實這個姐姐是 無論你怎樣回答 她都說你錯的話 那她是不是可以走得出 那看看她自己 你懂不懂得去處理 你說的可以走得出 是怎樣走得出 先生 就是說 林文龍現在很痛苦 嗯 因為她覺得 那姐姐很痛苦 是 然後我無論做什麼 都開解不了那姐姐 是 所以我就很痛苦 是 那我林文龍可不可以走出這個迷 是 我的經驗呢 就是 如果你認為這樣解釋 你才覺得安心的 那你喜歡 就是什麼意思 本屁 本屁 就是說 哦 就是我放棄 因為其實 你對著這種負能量的時候 你其實無論怎樣 由這個正面的思路去想 其實 你也是玩死自己的 因為你無論怎樣都好 剛才都已經示範過 怎樣回答你 都是不對的 那就是 如果你知道姐姐 她就是想玩死你 玩死自己 這個就是她真正的目的 她潛意識的目的 她潛意識是想玩死你 來玩死自己 嗯 那接著她就會很痛苦 很痛苦期間 她就會很開心 很安樂 就是 姐姐其實是為了要令到自己痛苦 那個林文龍就是 為什麼有人會令到自己痛苦 沒錯 就是有些人生出來 她是喜歡令到自己痛苦 套用我的男神王子華那句 漏霉氣的時候就會生出來 失戀的時候 聽什麼 當然聽失戀歌 就是 壞的時候多踩自己幾腳 這樣才會做到那個悲慘故事的主角 就是要做這個 哦 即是她的人生志願就是做一個悲慘的女主角 是啊 很淒美 這個世界是沒有人夠去慘的 迫死自己 贏了 我 其實我覺得這一下是最毒的 完美 完美 而且林文龍是永遠都會這麼痛苦 基本上是沒有得救的 而且 應該是這樣說 林文龍在她的最低點 答應過陳其是什麼 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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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應過這個角色是什麼 她是永世都會記住 即是說 我無論將來多麼幸福都好 這個樂印始終都在 就是她欠了楊奇 沒錯 她想去幫她 但是沒有機會 沒錯 那所以呢 林文龍她是不治各地 就是想透過 去拯救她楊奇的妹妹 嗯 就是都是楊奇 嗯 林文龍想拯救那個妹妹 來 令到自己以為她好像拯救了那個姐姐 她以為拯救了妹妹就可以解到一個迷 嗯 好像 能彌補一些東西給那個姐姐 好像 她好像覺得自己欠了那個姐姐 很毒的無止境的流程 那就是說 但是妹妹其實在想什麼呢 那個妹妹 她是不是被姐姐毒害了呢 我覺得妹妹的心態是覺得 林文龍是欠了她姐姐 其實姐姐就令到林文龍覺得她欠了姐姐 然後灌輸給妹妹聽說 林文龍欠我的 你啊 其實你也欠我的 傻仔 不是 傻妹 那也不太明顯 因為 在那個故事進行中的時候 妹妹就說 我到現在長大了 到現在自己有精神病 即 她不會說自己有精神病 即是多重人格 的時候 她說我終於明白為什麼姐姐會說了那句 姐姐說 如果 如果 Jack 即是林文龍這個角色 她 接受 現在的我 那就好了 那 那當時妹妹就說她當時是不明白的 但到她自己有多重人格 而林文龍要她去看醫生 希望她醫好的時候 她就不明白 她說如果你是接受現在的我 就算我有命 你也接受我的話 那我就不用那麼壓力 那我不用那麼痛苦 我才感覺到你真的愛我 嗯 那是不是接受就行呢 接受沒用的 你接受就好像剛才示範那樣 你真的可憐我 那她會 她會不會 她會不會玩回姐姐的那一套 那一套 也挺像 如果 如果她不是玩東西的話 嗯 那林文龍接受呢 照計她會有改善 但是 那個問題是 如果說回戲裡面的角色 林文龍她是想不通的 因為她是一個理性的人 正常理性的人 就是 你有多重人格 你明明有病 你是浸淫在這個痛苦裡面 我看著你是這樣 只是告訴你 我接受你 但是我又不叫你看醫生 又不想辦法幫你 那我沒有做到我的本分 我是你男朋友 我覺得心態是會這樣滑下去 然後我就想說一下林文龍這個角色 是發生什麼事 哈哈哈哈 那因為呢 我就經常覺得這個導演是不會死錯人的 一個導演 一個成功的導演 她就是 她是會了解這個演員 她知道演員裡面有一些什麼特質 就是她 當這個演員 壓下去那個角色的時候 觀眾是相信她就是那個人 那說開又說 我真的看過楊琦 楊琦的舞台劇 她身上散發著那些濃濃的 我喜愛這個痛苦悲慘 愁衰的氣氛 她的瓷場包圍著這些 而林文龍她的樣子 她的五官表情是告訴你 她真的很適合這個角色 她有什麼表情 即是她經常皺眉頭這樣 很委屈的樣子 即是我被人玩謝祖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對 就是那個樣子 嗯 好像是量身訂造的 嗯 其實是這個 那為什麼楊琦要做她的妹妹呢 就是她的妹妹是一個受害者角色 受害者 拯救者 嗯 嗯 接著還有迫害者 迫害者 即是三個角色齊了 對 其實這個楊琦本身是 真人是天蠍座 真的嗎 真 很邪 難怪令我想起天蠍座 嗯 即是你從前就見識過 嗯 口金的滲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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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項最金 這樣呢 所以導演 導演當然未必知道什麼叫星座 嗯 他知道什麼叫負能量 嗯 天蠍座 一般人的理解就是 他是會折磨人 很重複 從而 即是如果一個天蠍座人愛你 他就會開始折磨你 如果一個天蠍座的 男女朋友 他沒有折磨到你 即是他不愛你 噢這樣啊 那我突然間歡心了 哈哈 我一定是很避愛 哈哈 但是呢 他既然做得折磨人的角色 他也可以做一個被折磨的角色 因為當他熟悉這個折磨的話 他當然也熟悉被折磨 所以他可以同時也飾演這個被折磨那邊 他還做了拯救者 即是楊琦 是 唉 你想想 阿妹他和林文龍在一起的時候 已經令到林文龍 好像心理上填補了姐姐的洞洞 即是說好像有個機會 回頭去做一些可以彌補之前 姐姐跳樓死 救不到姐姐這件事 即是說 林文龍這麼慘 讓我安慰一下你 這樣 心理上是 而我懶惰的事情 都是這樣 即是 是三個角色做齊 嗯 這個三個角色 就是這個 迫害者 被害者 和拯救者 是 這個呢 就叫做 這個叫做什麼 先看樓屎 阿Sir的出貓 這個叫做戲劇三角形 是 出自哪本書呢 忘記了 親密關係 是 親密關係是引述另一本書的 總之你在親密關係這本書那裡 就會看到這個戲劇三角形 那他就是 為什麼一定要有三個呢 就是說 如果有一個人迫害 當然有另一個人受害 是不是 那你長期這樣一個欺負一個 那受害的就死了 死了就不要玩了 但是如果有一個拯救者就是 你這麼慘啊 讓我安慰一下你 讓你止痛藥 讓你不痛 這樣 那就不痛了 那就可以再迫害了 噢 如果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 做了一個迫害者和拯救者 就是一口砂糖就一口 這樣 這樣 對 想起也和味 所以一定要儲齊三個 才可以長期維持著這個狀態 即是儲齊三個引花就換到堅達出其彈 是的 這樣 問題就是 姐姐她 是故意迫害林文龍 但是 她自己不知道 吊詭在這裡 她的潛意識是在做迫害林文龍 是 但是她的潛意識也覺得自己是一個避害者 她表意識是避害者 表意識是避害者 不如這樣說 她覺得有天逼害她 是 為何突然要委我容 沒錯 而且因為林文龍 當時的劇情是說她和林文龍一起走山 但是劇情就沒有交代為何姐姐委容 而林文龍沒有事 所以林文龍一定是把所有的責任攬上身 所以她是很安樂地做避害者 除了委容之外 就是林文龍和她一起去 所以林文龍沒有事 意思是說我和你一起去 我沒有事 那為何我沒有事呢 我是不是應該有事呢 就是說我原本和你分擔一人一半 但是我沒有分擔到把所有東西都推給你 所以我不對 但是林文龍又做了拯救者角色 那就是現在你這麼不開心 那我就要安慰你了 就是姐姐這麼痛苦 我要安慰她姐 實質上就是 最顯著的是林文龍原本讀醫科 就外科 但是為了她做整形醫生 然後那個妹妹 她就是要安慰林文龍 因為姐姐令到她不開心 所以我就要安慰林文龍 你根本又不知道她是安慰她 還是跑去拿債 所以她又要自己做多重人格出來 再次考驗林文龍 因為林文龍 她對姐姐的問題答錯了 現在要再答一次 然後也是答錯 所以我不會讓你好過的 其實我看那部電視劇的時候 整個劇的氣氛都是籠罩著的感覺 就是被淚到那些痛苦的情緒走出來 她連那些燈光都打到這樣 其實姐姐妹分析過 我一開始也想不明白 妹妹做什麼事 後來我就想 其實妹妹也是天健座 不過她是做了另外一部分 那林文龍是什麼呢 就是據我所知 如果沒有錯的話 她是天平座 那天平座的人 如果以九營人格來說 很多天平座都是九號 九營人格的九號人 如果被淚在這裡就可以解釋一下 九號人就叫做 順德哥情失所異 即是怎樣 即是說她 她是為了不想大家不開心 她是會你要求什麼我簽就你 她要求什麼她簽就她 其實我要求什麼我不是很清楚 我經常都想不到我要求什麼 總之是大家一起開心 這樣 我突然想起那個人 我媽 不好意思 她出賣媽媽 是的 天平座 所以如果有人不開心 那她就慘了 她是會強行令到自己做完所有那個人的要求 即使那些不是她自己想的 她是一路這樣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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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有一一天爆 所以其實這個天平座人 她平日好像沒有一樣 平日很和平 但忽然之間有一天 她是會生氣得不僅 repository 相似,對,其實這個是不是關於星座的事呢 導演也是這樣,不會死錯人就找林文龍做 這個是吸引力法則,是屬於她的 是的,所以我剛才就說,如果有一天我告訴林文龍的角色 其實那個姐姐,她只是想自己享受痛苦 然後她用你來做那個角色來對付劇情,你明白嗎 如果你明白的話,你就不用為了這件事煩 你告訴她,你這樣享受痛苦,其實我無論做甚麼都不高興 那我有甚麼錯 蛤?那真的答案了 是的 也不是,她有答案答到你的 那問題就是,林文龍明知是這樣,她也走不出來 因為她希望可以順著哥哥的情 是的 她會覺得,如果你不開心,就是我不好 就是做得不夠 是的 覺得自己 那為甚麼會順著呢?就是 如果一個人,她對自己的存在價值沒有信心 嗯 然後有另一個人不停地告訴你,你不行啊,你不行啊,你不行啊 那個人就是被人插中了 即是她經常會想,我其實有甚麼用的呢 自尊心 我不知道我有甚麼用的,我就是希望透過我幫其他人去證明我自己有用 然後有一個人就說,你沒有用,你沒有用,你沒有用 蛤?我真的沒有用的?那我可以做甚麼來令你滿意啊 她是走不掉的 其實是她們三個角色的角色坐衰的 就像林文龍那樣,如果這樣說,她自尊心出了問題 所以她存在感不夠 所以就要靠這兩姐妹來,讓她找存在感 因為當她去幫這兩姐妹,打算拯救這兩姐妹的時候 她就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是的 甚至她有可能會想 最好永遠都拯救不了 那我就永遠都有事做 她可能在我潛意識的底層那裡希望這件事 嘩,我真的呆了,我不懂得反應 怎麼好這樣,一輩子就是這樣嗎? 她可以選擇,就是說 我為甚麼要做這樣的事,浪費我一輩子 那她忽然之間就關掉了 還是她會覺得,就是要做這些事 所以我這一輩子才精彩呢? 會不會有些人的任務是這樣的 心的任務是這樣的? 即是如果她覺得 我一定要靠完成這件事去證明 我有用 她一直不斷思考的話 她就一直維持在泥沼上 哦 不懂得給反應 因為我一想起,我就覺得是 我不能夠明白,除非你告訴我 她的任務是這樣的 否則我理解不到為何會 願意沉醉在這個痛苦裡面 而當她不是天蠍座的時候 天蠍座呢 天蠍座呢 她是在夏天和秋天的交界那裡 所以就 所以其實天蠍座一邊是熱誠 一邊是滄桑 即是很仇水仇私 有些仇 又不可以全開心 你想想天蠍座最出名的是甚麼 就是公平 甚麼是公平 就是正反兩邊都有 哦 好的 即是我不可以只開心 只幸福 我怎樣都會有些遺憾 是的 就是她對於熱誠 和負面 兩樣她都很熟悉 那究竟哪邊對 她是不知道哪邊對 所以天蠍座人說話 她永遠都是 因為如果正那方面是看是這樣的 負那方面就是看是這樣的 但是你又會不同意她的說法 我知道你這樣說之後 她又不會同意你的說法 一直不斷爭拗極無止境 然後 那你的說法是甚麼 那她就嗆了嘴了 如果你這樣說 除非她真的決定玩爛 如果不是的話她是走不出的 是啊 是啊 那這個 那這個 就是 就是 其實 天平的 其中一邊 一突 這樣 她就會掉到其中一邊 那裡 那林文龍那個 就是一突 這樣 就突進去 這個 情緒 最低點那裡 是的 長期 是的 於是你就要想一下 究竟 她有沒有機會這樣一突 一突 一突 更加重的東西 彈走她兩次 如果是這樣 就要看看林文龍那個 月亮星座 是不是天蠍座 如果月亮星座 或者上升是天蠍座的話 會不會沒得救呢 沒有 哈哈 那就會從此三個抱在一起 很快樂 很快樂 過痛苦的生活 那就一輩子了 我覺得很完美 突然間 覺得這個編劇是一流 嗯 那 其實是 如果那個姐姐是天蠍座 嗯 而林文龍是金牛座的話 那她呢 她呢 是一開始都會中招 嗯 因為金牛座的人呢 她是 她是天生就樂觀 嗯 她永遠都是想把那些東西 是搞到店為止 即是有一個好的結局 嗯 所以天蠍座一開始 一折磨她 她馬上就中招 所以呢 大家呢 即是一開始 一下就牽緊了 就是金牛座 但是問題呢 金牛座 她解決困難的能力 和力量實在太大了 她是會扯到天蠍座 掉了自己的位置 好像會扯到她 斷開兩折那樣 為什麼我總是覺得 阿鎖在賺自己的 哈哈 即是你就是這樣走出來 那些痛苦彰痛 因為 因為我都 我都曾經天蠍座 和天蠍座交手過的 噢 然後 搞到天蠍座 她都要避開我 難怪 今天那個故事 就圍著天蠍座 難怪你一講 你有沒有共鳴 我和你講的時候 金牛座身邊總會認識天蠍座 哈哈哈哈 如果是這樣 講起星座這件事 講起閱讀 兩件事在一起的時候 會不會有哪個星座 是最不會中閱讀這件事的 不同的星座有不同的毒 又有不同的星座會中那些毒 那即是如果要講的話 即是可以開一個 十二星座 Crossover 十二毒 噢 但是 天蠍座是在這個 無論表意識和潛意識 都是想人 痛苦 所以 為什麼呢 為什麼他肯是這樣的呢 因為 天蠍座是在這個 秋天正中央的時間出生 他出生的時候是目睹著大自然的死亡 所以他覺得死亡是應份 就是這個世界就是為了要 他一定不停地想 是不是我出生就是為了要死 還是我要解決死 還是我要令人死 不停地想這件事 那我明白了 就是因為死亡是正常的 所以當開心的時候他就覺得不正常 一有死亡一哀愁 他就覺得非常正常 然後從此安樂 是啊 是啊 為什麼不早點認識你呢 那我就不用跌入那個洞洞 是啊 就是 就是 我研究完我的星座之後 就忽然間安樂了 就是說 那他喜歡有什麼辦法 就是 在我 金牛座的 嗯 人生觀裡面 就是 金牛座在春天出生 晚蜜 就是發芽生長 是 所以就是 金牛座人就覺得 如果有些東西發芽生長 就是正常 哦 那 萬事萬物都應該是去到開花結果的景地才對的 就是 就是 我是站在開始的位置 我是希望那些東西是有機會去到開花結果 就是 我這些夏天的那些 總之 就是 每樣東西都 很陽光 這樣就對了 是啊 你就是在開花結果的時間出生 就是 你覺得開花結果的英份 是啊 差一點的就 倒下去 給我倒下去 哈哈 不是啊 我是慢一點也不行 是啊 現在很稀罕你啊 這樣 大把 整座山都是這樣 真的啊 果然是賊解王 哈哈 不要太說 我想問一下 其實 是不是你剛才說的那個態度 就是說 你喜歡這樣就這樣 是不是就已經玩爛了呢 就可以擺脫了 如果你自己有內疚感 被人插中了 那 除非你連內疚感都可以 勾出來 如果不是很難玩爛 哦 那怪不得我玩爛了 哈哈 哈哈 我是一點內疚感都沒有 當時 是一個肆無忌憚的人 哈哈 哈哈 那你呢 你那時候玩的時候 你有沒有內疚感呢 即是你玩完的時候 玩爛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想 你不對 為什麼這樣看東西 我看東西才對 真的 我突然間覺得 我的想法 是去到拆解王那裡 哈哈 哈哈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很有同感 這一刻 哈哈 哈哈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就可以走得出了 是啊 嗯 這個實在太主觀了 那就是說其實 對著這一種 不要說只是天蠍座 不要經常好像 就是 其實 這一種 形式的玩東西方式 是天蠍座的風格 但是不代表一定要天蠍座 才這樣玩 即是說其實 逢是對著這種人的時候 首先就要想清楚 要理清自己的思緒 想一下究竟是否自己有問題 應該是說 應該是說 他是不是故意想要你內疚 你首先想一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他是不是故意想你內疚 如果你覺得是 我都已經做了 正常來說 不斷做 為什麼你永遠都不開心 就是他想你內疚 嗯 當你想到他想你內疚的時候 那就是說 你其實是沒有機會 弄對這件事的 因為怎麼說都是他贏的 正所謂 正所謂 炸訓的人是搖不醒的 我真的 阿Sir你真的 難怪這麼多粉絲 這一句真的覺得 很有深度 就是 如果他專門要這樣 你沒有辦法 嗯 於是你就要想 其實 現在不是真的 真的說 我做錯什麼 要弄對他 而是他真的在玩你 對 如果他 如果我真的做錯什麼 那你真的要弄對他 對不對 那就是說 其實你沉下去 那天蠍座那邊 就很死得戚了 或者玩東西 那天蠍座就很得戚了 對 如果你看到一個天蠍座 他很痛苦 就真的很快樂 就是說他已經得逞了 對 因為其實他 難為你的同時 其實他就是為了難為自己 令到自己痛苦 去感受死亡那種 降臨那種 感覺 對 然後 然後 當你 重新想那件事 你覺得他是故意令到你有內疚感 然後你就要再想 為什麼我有內疚感 我要內疚 關哪個事 為什麼我要內疚 我的內疚是不是 應該的呢 就是你要想你自己的內疚感 看看 就是如果你的內疚感 是沒有辦法解除的話 那你就會被他勾住 很公主病和兵的關係 是啊 那這個呢 就留下一次講 哈哈哈哈 阿Sir都好像 很有感受 那樣 就是公主病和兵 又可以多錄一集 哦 原來是這樣 嗯 那今集呢 雖然也有些事情還沒說完 啊 不如說一點點 就是 如果你 接受了 你自己 是被人在玩東西 你清醒了 嗯 即使你解除不了你的內疚感也好 但是你已經明白你的內疚和他 是沒有特別的關聯的話 那怎樣可以解除這個局面呢 就是 你將他的招式全部奉還給他 哈哈 即是說 反mind control 是啊 即是 他說你什麼 你回頭 你要想一下 你做什麼才可以折磨到他 即是說 你要我戴帽 即是覺得跟我出街 收家而已 是啊 你知道就好了 這樣嗎 是啊 你收我家 哈哈 哈哈 那他即是很痛苦 你也是想痛苦而已 哈哈 哇 反正 反正你都不開心的了 你也是想不開心而已 那當然是要識穿了之後 如果不是的話 對於一個不開心的病人 你再騙他兩角 那他就死給你看 那你就內疚了 是不是 你要分清楚 是 你要分清楚是 是他真的不開心 還是他在玩你 哦 即是他是要第一次了 玩了東西了 然後第二次又玩東西的時候 那你才可以用這招 哦 即是怎樣檢測他是不是在玩東西呢 即是 我要你戴帽子 你又不開心 我叫你不要戴帽子 你又不開心 那就是玩東西了 是啊 嗯 那你就說 是啊 那你現在真的拍衰我而已 哈哈 讀到真 即是這樣 不如這樣說吧 好像很硬性 這樣 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很難三言兩語就能說完 好語讀班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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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說的 哈哈 因為其實 真的很難說得明白 你每個個案子不同 你不能這樣說 如果真的有些慶眾 學了你那一招 然後搞到女朋友和他分手 這樣 賴你 分手 很難一概而論是好事還是不好事 那也是 所以就要把個案子和阿Sir分享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報閱讀班 這樣說吧 我沒有說過 但我自己也給了這麼多學費 我當然是拉多些熊學生來 分擔一下 好了 那今天的時間又突然之間到了 於是很兇的就完結了 是啊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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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